刚谈论到密地深处可能有类人的智慧种族 他们就来了 王轩走到近前 这群人穿着新旗 不像是古人 连头与脸上都有精致的防护 那不是很笨重的头盔 而是镂空成花纹 飞鸟等近乎装饰品的护具 附着在头上 既透气 又很有美感 王轩惊异 这不是简单的工艺 相当的繁复 层次感十足 以现代人的苛刻眼光来看 都觉得非常惊艳 机里 欧拉 对面有人在喊话 他说了一堆 只有最后的词最为清晰 让人觉得像是代表了什么 赵青汉低声道 他们突然从山林中出现 看到我们后有强烈的敌意 但一直在迟疑 没有动手 这些人是密地深处走出来的生灵吗 初见就对他们有敌意 不是什么好消息 王轩释放出精神领域 向那边观察与打量 第一时有感 这些人绝对都很强 没有弱者 真要爆发冲突的话 他们这边多半会悲剧 当中的一些人 虽然气息内敛 但绝对有大宗师层次的实力 他心中一沉 不觉间摸向短见 真要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的话 那只能拼了 对面有一个男子有所觉 向他看来 其额头有光雾流动 足以说明精神力极其旺盛 王轩动容 这群人既有大宗师 又有精神力异常的人 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 他很担忧 如果发生冲突 他们这边有几人能活下来 对面那些人看起来都十分年轻 与他们这边的人差不多 甚至有几人更稚嫩一些 不足二十岁 不过 他并没有觉得意外 如果这群人是密地深处的生灵 有这种实力很正常 这是什么地方 一颗超凡星球 孕育各种奇物 在一个以超凡为大方向的异域 出现什么层次生灵 都不算意外 王轩跳下马 摸了摸白马鞠的棕毛 将他推向赵清汉 他示意赵同学 如果情况不对 立刻骑上白马逃走 赵清汉从他那一瞥的目光中 看出了郑重 他心头顿时一沉 这十人来者不善 很难对付 连忠诚都没敢乱说话 表现出善意 说大家都是人类 或许有共同的祖先 说不定起初来自同一祖地 对面一群男女 将目光都转移到了王轩的身上 他没有掩饰 释放精神领域 扫视对面的十人 仔细观察 他心中越发沉重 这些人各自都有特点 都是极其厉害的人 有的人体内孕育着奇异的力量 在缓缓流淌 像是火山岩将在蛰伏 随时会猛烈地爆发出来 有的人体表呈现金属光泽 那是类似金身术般的护体功法 不过 对面也有人精益 盯着王轩 同时 有几人一直在低语 在谈论新星这边的人 王轩的精神领域 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 根据他们的精神意识波动 断断续续 听到一些关键词 不是听懂的言语 而是思维上的洞扯 一群土人 对面 居然这么瞧不上他们 让王轩眼皮直跳 疑似密地中走出来的生灵 心态上似乎无比的自负 骑着天马一种的人 精神力异常 似乎比我感知更强 该不会形成领域了吧 其中一人神色严肃 对同伴发出警告 正是他一直在盯着王轩看 不会吧 领域 那不是与超凡有关吗 近生 我担心 他能捕捉到我们的私感 然后 对面的十人都安静了 全部在盯着王轩 并且他们让自身的精神力量都寄静了 显然有秘法 他们对修行与对超凡的理解 远超新兴的人 十人彼此打手势 最终看了一眼王轩 他们居然缓缓退后 没入山林中 这是来自哪颗星球的土人 太落后了 不仅防护服脆弱 连审美都那么的落后 低下 服饰太丑了 近生 那个人或许还能感应到 真不对他们动手吗 不急 十人消失了 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他们实力都极强 远比月光菩萨厉害 王轩盯着他们离去的方向 轻出一口气 居然遇到这样一群人 他刚才都想让赵青汉等人先逃了 可以理解 从小修行 持之以恒多年 必然很强 他低语道 但是 他也有些受不了 那些人太自恋了 非常自负 他们从实力上俯视也就罢了 居然还从审美上鄙夷 最过分的人 那十人居然认为他们是土人 来自未开化的星球 不过 相对而言 新兴这边的人 确实很弱 王轩是半路出家 他足救树领域没几年 其他人也都不是苦修士 比如 有的人居然是为了保持好身材 才练救树的 一群探险者都不淡定了 居然见到新人类 不久前的议论成真 这是新兴的人 第一次在密地中见到人形生物 这里果然有高智慧种族 可惜 没法将消息带回去 这是突破性的发现 郑瑞感叹 我觉得 他们似乎对我们有敌意 会不会出事 钟情开口 王轩发现 小钟也有成为乌鸦嘴的趋势 他直接告诉了一个事实 道 那十名年轻男女 可能都在大宗师层次 一瞬间 在场的人都安静了 他们心中无法平静 彼此间的差距这么大 最为关键的是 刚才那群人带着杀意 真要动手的话 不敢想象那种场景 这几日 他们一直在生死线上徘徊 遇到宗师级怪物 都感觉难受 现在有石头恐怖的人形怪物 谁挡得住 一旦下手 估计在场的人都要死 赵青汉道 赶紧离开 如果能与钟老和宋老联系上就好了 若是可以的话 寻找到他们的踪迹 现在 老钟与老宋 可能是他们仅有的保护符 皆有超凡战力 郑瑞点头 道 我们沿着中庸前辈 他们留下的战斗痕迹追下去 但这样做非常危险 万一遇到超凡属死的会更惨 人们商议 在一侧跟着 但要保持适度的距离 在场的人都觉得 那石人既然有敌意 早晚会出手 一群人进入山林 快速奔跑 这几日 他们都在逃命 心弦始终绷紧着 简直一刻都不能宁静 这一刻 所有人都无比怀念新兴 繁华的大都市 唇香的美酒 美味的真咬 舒适而柔软的大床 人在绝境中 格外怀念过去的好 周云想得更多 灯红酒绿 香车美女 灿烂红尘 她常带着漂亮的姑娘 开着小型飞船 去天上兜风 我想我那三个女朋友了 她想哭 一边逃亡 一边叹气与回忆 钟情身材苗条 嗖嗖跑得很快 就在她不远处 听到这种话后直接鄙视 赵清汉迈开长腿 速度比许多人都快 跟在王轩的身边 此时马大宗师没有托任何人 作为队伍中的第一高手 被众人吸迹着 随时准备迎击敌人 终于一群人都跑不动了 翻山越岭 不知道逃出来多少里 肺都要裂开了 他们喘着粗气 放缓脚步 逐步适应 最后许多人都直接躺在了地上 吃灵果补充体力 王轩开口 打开收集袋 分发蓝莹莹的果实 清香扑鼻 一看就非常可口 许多人眼神都变了 这可是灵药 非常吸针 根本就没有几人吃过 以新兴币衡量的话 绝对是天价 王轩分发 许多人都不好意思拿 因为 这是王轩与马大宗师采摘回来的 王轩递给赵清汉一枚 然后自己也在咬 相当的甜脆 但对他来说 就那么一回事 他的肉身太强横了 普通的灵药 对他效果不大了 他早有预感 或许灵果远不如身上的虫子有价值 许多人都没去拿灵果 因为觉得自己真的没付出过什么 王轩说道 可能不够 美人不足一个 大家分分吧 如果那时人真追杀下来 我们大概率会全灭 趁现在能补充体力 与提升一定的实力 就赶紧服食吧 一群人沉默着服食灵果 有人觉得过意不去 说多给马大宗师与王轩几枚灵果 小马哥说了 他不爱吃这种果子 一个就够了 王轩道 马大宗师顿时朝他瞪眼 真的很不服气 谁说他不爱吃 甜脆爽口 都送给他 也能吃光 主要是王轩觉得 他在大宗师层次了 吃了也没什么太大的效果 还不如留给其他人 王轩没客气 又拿起一枚灵果 不过不是自己吃 递给了赵清汉 类比养神莲 服食两株灵药后 效果就会锐减 一群人都在休息 静等药力发作 王轩没有去看其他人 坐在赵清汉的身边 看着他银白面孔上 浮现淡蓝色的光韵 避着美目一动不动 他知道 这次赵清汉足以立足在准宗师领域中 因为 他自身原本就差不多到这个门槛前了 随后 他起身 来到马大宗师的近前 取出一只如蓝马脑般的虫子 想要喂他 马大宗师瞪圆了眼睛 怒不可遏 感觉七码太甚 当王轩稍微撕开虫子表皮一脚 马大宗师当场眯起了大眼睛 张嘴差点咬到王轩的手指 一口就将虫子给吞下去了 然后 他摇头摆尾 在王轩身边磨蹭 那意思是 还要吃 先等一等 万一有毒呢 看看会不会发作 王轩将他硕大的头颅 扒拉到一边 不想看到他在眼前晃悠 马大宗师越来越通灵了 听到这种话语后 差点人立起来 在他身上用马蹄子盖章 实在是被欺了个够呛 没事 你这么大个就是有毒也能撑过去 王轩毫不在意地说道 马大宗师很想和他决战 最终被王轩夹住马脖子使劲地勒 他才愤愤不平地安静下来 别人还以为他和这匹马沟通呢 关系越来越好 周云感叹道 小王真是有本事 居然和一匹大宗师层次的灵马 走得这么近 让人羡慕啊 我已得福马 王轩淡定地回应 马大宗师鼻子冒白光 在那里鄙视他 特别不待见眼前这个人 不久后 他们准备再次上路 不敢久留 这是关乎生死的大问题 众人开始一起狂奔逃命 突然 王轩放缓了脚步 向后看了一眼 随后 他来到赵清汉的身边 认真地看着他 将他带到了白马居身前 马大宗师看到了没有 一大把虫子 你如果能保护好这个姑娘 到时候都给你吃 王轩说着 抓出一大把蓝莹莹的虫子 接着又指了指赵清汉 并将他扶上马背 王轩 赵清汉面色变了 写满了担忧 他与王轩有默契 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了 我心里有数 王轩低语 让马大宗师快走 然后他拔出了短剑 王轩躲在出树林的后方 静等大敌到来 不久后 有人开始出现 并且在低语谈论 这些土人真奇怪 究竟是从哪个星球来的 为什么这么弱 你说 他们会不会就是这颗星球上的土著 当年的一批人未能离开 繁衍了一些未开化的后代 有可能吗 王轩以精神领域感知到这些后 无比吃惊 这些人的来历与早先的猜测出现偏差 再见